大家好又到彭哥付入的时间 哎 彭哥今天礼拜一 帮大家再持续关注一下股票 彭哥只剩下最后三天 因为二月份也剩下 最后三个交易日 好 那我们要讲的 上礼拜告诉大家怎么样选股票吗 这礼拜要告诉大家就是 如何报股票 大家觉得 报股票这个又没有什么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大部分的人 我们讲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在股市上面赔到钱的 那赔到钱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就是 赔钱拼命凹 有赚钱拼命卖 赚2%赚3%就跑就跑吗 跌7%跌20%跌30% 叫他砍他砍不下手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赢家跟输家差别就是 你赚20%你赚30% 如果可以赚到50% 我就给他继续拼 那赔亏损的话 我就是赔3%赔5%赔10% 甚至到20%之内 我就一定把它清除掉 我绝对不拖泥带水 这就是赢家的一个超盘策略 所以我们讲的赢家跟输家 他他是什么一面之格 所以你要成为赢家的话 你就要看彭哥的解析 为什么要告诉你 赢家是这样做 输家为什么会持续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一个反投射面 所以你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怎么样 反人性 反人性 反人性的意思就是说 你通常都是觉得你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错 结果往往都是输的 顺的感觉走 那就是不对的 我们告诉大家 经由透游 反人性的观念 你就可以做到 跟输家做一个对打 你可以赢到他的钱 这是彭哥要交的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来赶快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讲的 加权进入温水煮青蛙模式 这几个字好像 连续讲好几天了 对不对 我们的字卡好几天都是这个字 但是今天要告诉什么 抱得住就是最棒 你要能赚钱 你就要懂得会赚 尤其现在是一个波段的一个攻击 你就一定要一定要抱住 波段大部分都是三个月 所以你看到去年的备用元件 也是从五六七 五六七月 建高点之后开始回落 好那一样的 我们讲的 大盘整个走空 9011 12月开始拉 好 所以现在看到一个状况就是这样子 我们平均一个波段是大概 一个三个月 所以这三个月 包含从我们讲的 1月2月 那3月 应该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波 波上涨波就应该会结束 所以你要赶快把握这段时间 赶快赚钱 好那我们看到快涨慢涨都是涨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行情有分走的快吗 走的快是什么 连续是连续大涨 连续涨定板 这种都属于比较快涨 好那慢慢涨是什么 天天涨 1%2%1%2% 涨个三四天之后 他再给回一个三四% 然后再1%2%1%2%慢慢涨 这个也是一种涨 只是他叫温涨还涨 但是我们讲的他只要不回档 他都属于标股的一种模式 只是慢慢标跟快快标 骑 autobus 骑30公里会标 也是可以标 那个叫做阿桑的标 标车模式 30公里的autobus 都快没力了 但是他还是想要标 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 好那再来就是太弱流强很重要 太弱流强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只股票他还能持续 继续往上涨 那我当然就抱住他 但是他如果开始往下压的时候 这就是转弱的转弱的话 我这时候就赶快把 股票出掉就好了 所以我们讲的他转弱的时候 要花时间盘整 所以你就要开始做一个调整动作 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也是今天近期的一个盘面的一个走势 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看到一个加烟指数 来看一下 加烟指数这样一路一直往上涨 这样有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 温水煮情况 步步长步步金星一直涨 你看这样子 涨了一个半月了 这边应该加起来快三十根了 22根 22根就是一个月嘛 这边的寒过年 就涨了两个月 从1月底开始 从1月1月底开始就一直涨 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 知道 你当时知道会这样做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赚到一些钱 冰斗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是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状况就是 一路一直往上涨一根模式 所以这次错过没关系 也会往下滑 一直往下面跌的 到时候你也要开始布局 现在没有 现在是一路往上涨 所以你要赶快 趁这段时间赶快赚台币 好那再来 好环球金 你看这边一路一直走 走上去之后开始怎么样 123456 6天的一个回档 在前一个交易日里面 他就跌破了方向线 跌破方向线之后 他就转落了 但是这个现象我只是要告诉你 他只是现在走 修正模式 涨多 这边涨多 他可以修正1分之1 1分之1 甚至3分之2 所以一样不要去猜测 等到他转强的时候 你再去做一个 波段攻击喷出 我们看得懂 好出现时候 彭哥会告诉大家 该拼就拼 这边他是他转落休息时间 该盘就要盘 那我们就等到他盘完结束之后 我们再拼他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继续看 哎 好尼克森 这个 也是找一个多月吗 一路一直慢慢盘涨上去 自从他站上我们什么线 方向线能量线之后 他就开始进行一个温涨的模式 虽然这样涨那么久才涨了10% 但是毕竟还是有涨吗 我们告诉家 所以方向线能量线很好用 好好的去学一下 好好的研发一下 刚刚也有之前学过的学员告诉我 彭哥我模拟不错 我平均起来我都有赚10%到30%左右 这个股票 所以我们讲的 有时候忍一下忍个两三个月 去确定你方法可不可以赚到钱之后 你再下去做 你可以真的省很多钱 而且开始手头顺的时候 你搭上车就一路赚 5万10万20万100万就这样喷出去了 而且我们讲的股票做的好 真的比你上班来的重要 真的因为上班只有3万5万而已 对不对 一般的上班族就3万5万吗 除非你是公司的高 高级 高阶经理人 你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也是有赚有赔啊 对不对 所以既然有赚有赔 那你应该选择一个 有爆发性前途的一个获利 为什么彭哥会想做股票 是因为我看的见未来 我看见趋势 大涨大跌都是我要赚钱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眼光 你有这样眼光代表你 是你有资格赚这样钱 你没有眼光没关系 你先赶快培养这样子一个眼光 先在你的公司里面 好好领薪水 趁这段时间赶快学会 不要当烂赌鬼 不要以为股票都要说哈 不是不是赌神不是赌胜啊 你没有特异功能 你没有办法变魔术啊 所以你就一定要乖乖照着做 做熟了 这些经验就会学到 好 这是我们讲的尼克森的一个现象 好基亚 你看从我们讲的12月底 彭哥就一直告到家基亚已经开始 落底反弹 自从站上方向线能量限之后 就一路一直往上面走嘛 所以你有掌握处的话 你看哦 这样两个多月来 大涨多少 超过六成 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有66%了 持续一直往上走 他也不是天天都在爆发的 他也是中间会一休息就休息一两个礼拜的 看得到这样吗 过高之后他会压回 然后再喷出 喷出之后在高档继续盘盘了三四天之后 继续再往上面 往上过 这个也不用不需要量啊 成本堆积一直堆堆堆 这样子股票他要下去的话 他也不会击杀 我们讲这种温涨的模式的话 有一个好处 他下跌也不会急速下跌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像生技股基亚这样子 这么强势的股票 你有没有 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到了六七十块之后 才开始觉得还是标股 我们在什么时候 42 43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说 他已经有要反转一个现象 我们不是用猜的 我们用股价结构来做一个判断 好 reserve 好 今天的结论就很简单 告诉大家多投投投资 好多投趋势一个投资 最厉害之处大是大涨 对大涨话 你可以从头吃到尾 就像你istemando 第一道菜开始吃 吃到最后一道 那个 甜点跟我们的西瓜 代表一個完美的結束 所以看起掌 你必須要知道說什麼時候開始起掌 開始要吃西瓜的時候 你看到的時候你就要準備要走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中間這段時間 你不要偷吃你一兩一兩道菜你就跑掉 這樣子就不叫在吃萬多 那個叫那個什麼 那個就打油脊 打油脊賺不到錢 是不會吃飽的 只有從頭吃到尾的 才吃的飽吃的滿 這是我們告訴大家的 好那就是我們最近的一個研究標的的話 大家看到不同時間關注的 讓同學在 兩三個月我們 其實我們講的 每個人不可能滿在同一個時間 也不會通通在同一天全部壓到滿 所以基本上每一天每兩天每幾天 我們一定都會有一檔強的 標的物讓同學去做一個研究 讓同學做一個參考 他自己判斷能不能買 他買進去之後 到底該怎麼樣 維持他的上漲模式 或是他轉弱模式 這就是我們在盤中 需要做一個討論的動作 這也是朋友為什麼要開盤中實戰班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標的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漲 透由盤中的一個實戰的一個演練 來告訴大家 我們真的賺錢的時候怎麼做 那模擬的時候應該要怎麼樣應對 這是我給大家的一些承諾 跟一個技術指導 就是這樣子 你現在看到很多股票 基本上都還在維持上漲的角度 也不會像是剛剛只有講兩三檔而已 我們大概有八到十檔左右吧 就讓大家知道說 不管生技 科技股 通通都有上漲的一個表現 好那就是講說就像剛剛我們看到 環球金他轉弱的話 你可以試著去做一個太弱流強 因為現在最近的標股真的很多 你掌握到這些股票的話非常的好 只是說 他輪動輪漲的一個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不見得你可以天天都在漲 但是只要他沒有死 終於有一天他會發動 當主力看到他想要做他之後 他會進行什麼 連續上漲攻擊 帶量上漲的時候 這樣子他就真的會變成腰股了 所以我們要從標股變成腰股 需要一點運氣 跟 主力 看的方法是相同的 你只要掌握這些點 你就能在股市上面賺到大錢 這是 彭哥要期許大家在今年 朱年賺到很多錢 所以 最後還有兩個交易日 你還可以看到彭哥解盤兩次 所以還是要告訴大家 好高高的關注彭哥 的一個視頻 未來發生什麼事情彭哥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掌握當下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彭哥富裕路 明天見囉 拜拜